海费王,最强大的四位改造人,扶拦其垫底,低调打路飞。 海费王是一个强者如云的世界,有的人依靠自己多年来修行的体术和剑术来变强,有的则是通过吃下了强大的恶魔果实来增加自己的战斗力,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例外的人。 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修行,也不想吃下恶魔果实之后变成汗鸭子,于是他们就选择了相信科学的力量,将自己的身体加以改造。 今天校编为大家旁点一下海贼王中最强大的五位改造人。 弗兰奇 弗兰奇 弗兰奇是草帽海贼团的传工,在加入到了草帽海贼团之后弗兰奇的戏份就越来越少了,经历了两年的修行之后自己的形象虽然变了,但是实力增长的并不是很明显,他的弗兰奇将军顶多就是比和平主义者稍微强大一点而已。 而且韦田貌似不太喜欢这个角色,在两年后的剧情中路飞纳梅所龙山智以及乌索普,和罗宾布鲁克纳梅等人都升级换装备加赏金提升,唯独弗兰奇一直没有出色的表现,希望在何之国的剧情中这位硬喊能够崛起。 3. 山智 山智 山智是草帽海贼团的厨师,其实他也是一位改造人,通过杰尔玛66的技术改造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大,而山智在人妖岛修行了两年之后学会了乐部,但是表现并不是很好。 3. 让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山智实力已经完全不能够胜任草帽三巨头的位置了,在和杰尔玛66告别的时候山智得到了一个变身戏,相信在何之国的剧情中山智将会用这个装备来证明自己,实力再次回到三巨头的位置。 4. 泽发 4. 泽发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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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泽发 5. 泽发 8. 泽发 9. 泽帚 9. 泽发 8. 泽发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